妳有沒有需要先噴一下 那我叫師傅來好了 那妳先講一下妳的過程 是從妳開始的 妳是記不掉嗎 其實我不是啦 應該是說我們家裡其實是有拜拜的 可是我從小其實很討厭拜拜 因為我很討厭那個燒香的味道 然後而且我常常跟人家講說 我們不要去廟裡拜拜 然後這個事情 人家問我說為什麼要去廟裡拜拜 然後我就說 第一個我很討厭燒香的味道 第二個呢 是我覺得人家到廟裡面去 都求冬求西了 我覺得這個都是匱把的能量 所以我覺得廟裡是超不好 對我以前的觀念是這樣 因為我以前是從新時代出來 做成西方靈學的 所以我就會有這種觀念 那後來就是因為我那女朋友找我的關係 所以他就打給我講 然後他就說我答應了 然後他就打給我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個他去找財神爺 然後他跟財神爺說 十月份他生日 然後就是 這個男生是你的生日 對對對 然後他說十月份他生日 然後呢 他跟財神爺要一個生日禮物 然後那個財神爺呢 就說 喔你要什麼 然後他就跟財神爺說 喔我想要一瓶這個香水 然後這樣噴一噴呢 就到處那個空間就有財氣 然後財神爺就說 喔那你要精油嗎 然後他就說 欸可以啊 然後他就說 那 那財神爺怎麼跟他講話 他是通靈嗎 對 他本身是寄生 喔他寄生 所以是 可以看到財神爺跟他面對面講話 還是他只是一面的那種 嗯 這個我不太意思的 他應該臨時能力還不錯 喔 就臨時的能力 對 因為後來財神經文調出來的時候 他說 那個配方 我們不是就經過第二次檢密嗎 然後第二次檢密之後 他就說 在他身上 就可以看到這一顆 嗯 喔他是看得到東西的 對 他的臨時能力其實很好 所以 他那時候就是 呃 請你做這個 然後財神爺就要給他這個配方 嗯 但問題是你怎麼知道 財神爺要什麼配方 我不知道啊 是財神爺跟他說的嗎 不是 不是 其實是 曹森葉點 呃 應該是說 他跟財神爺好像是會用那種 所謂的淋浴 才能貼雨 噢 對對對 就是用那種 那種溝通 他有時候跟我說是淋浴 有時候跟我說是貼雨 我也搞不懂淋浴貼雨 的這個差別 然後他就打電話 他說 他說他有給我配方 我說喔好 然後我就想說 我期待他跟我說說 什麼一個迷迭箱 然後加一個什麼薰液草 加一個什麼東西 對 幾滴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沒有你聽我講喔 你不要插嘴喔 然後我就喔 然後我本來拿著指定 結果我殊不知 他就開始講了一大串的 那個所謂的天雨 天雨 然後講了好久 大概快一分鐘 然後才結束 然後我就一整個 很猛 我也不知道他來講什麼 他說我講完了 然後我就說 你不是要跟我講配方嗎 他說 剛那個就是 就說 可是 聽不出來是金猶 所以那時候你對天雨有概念嗎 完全沒有 我都叫人家不要去漂亮拜拜 那他這樣講你也沒有打斷他 沒有啊 因為他已經先跟我講 他說你聽我講 不要打斷喔 不要插嘴喔 那你真是一個乖孩子 對他就這樣跟我講 因為他一定會想說 我一定會打斷他 問他說你在講什麼 所以他說 他說我現在跟你講囉 你不要插嘴喔 你等我講完再講話 所以他講完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 我講完了 然後我就說 蛤那什麼 我說你聽不出來是金猶的名字耶 他就說 那個是天雨 我就說 那這樣子叫什麼 他就說 財神言說 這個是給你的靈聽的 然後 你的靈自己會翻譯他 然後 我當時 就說 因為我也是一臉很封閉 不知道怎麼辦 他就說 沒關係 你體會看看 然後呢 有調出來的話 你再跟我講 然後就說 阿娜你有問過別人嗎 聽你們之外要找我 他說 我在財神言那邊保揮啊 我就把我那個 就是 我認識的 會調肌肉的人 名字都保護 對都保護一遍 財神言說找你啊 喔 所以他保了幾個人 不知道 這他倒是沒有跟我講 他就這樣 他就找我 然後呢 就這樣子 然後電話掛了 他會想說 所以他大概接不成 我在想說 大概沒了 然後我就 所以當下也沒有拒絕他 我有什麼人在講什麼 我就是 我不拒絕他 我就是跟他講說 喔好喔我試試看 那天宇要怎麼寫 他沒有得寫啊 他沒有寫啊 他不知道他在幹嘛 他準備要寫 他以為他會講出什麼金有名字 但殊不知一個都沒講出來 所以我們當時是要聽的 對 所以他不是講說 我現在開始講了喔 他說你不要插嘴唷 我講完再說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就很好笑 靈體也一頭霧水 所以 靈體也一頭霧水 所以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有答應他 因為他這樣跟我講 我只能說 蛤 我就說 不然我試試看 我就只是這樣子回答他 然後電話就掛了 因為在當時其實我跟他 也不是被人手 好就是你朋友的朋友 他是我妹妹的朋友 你妹妹的朋友 對 然後呢後來就 電話就掛了 掛了之後我心裡 電話掛了我心裡就想說 那這段生意大概是做不出來 所以我就忘記這件事情了 那時候我們不是大家都在打疫苗嗎 對 然後打疫苗的時候 隔了幾天 就去打疫苗 然後就打疫苗之後呢 我就是一直睡 因為我沒有什麼工作用 因為很多人不是打疫苗 就打疫苗很強 對 而我是沒有 因為我平常好夜睡眠病 所以我打疫苗之後 就一直睡一直睡 然後我每天就可以睡十幾個小時 那後來呢 我大概睡了兩天 到第二天的時候 我就睡得迷迷糊糊 反正也是又睡了十幾個小時 然後我就起來上廁所 然後上完廁所之後 我就接過我家那個金融會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我就 可能已經睡昏了 我就拿了大概十瓶金融出來 然後我就放在桌上 但是因為真的睡得很昏 所以我就又跑到床房去睡 然後後來又睡了大概七八個小時 所以這種也有算是疫苗的那個啦 疫苗的一些狀況 就打針的還是有啦 就是有的人是試睡 試睡也有的人是試睡 因為他身體要羞膚嘛 或者他需要對抗的病 只是你可能反應沒那麼大 就是你自然去睡覺 但很多人要上班不能睡啊 對對對 所以他就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他沒有晚上 對還不可以 因為我就是每天 那時候每天都睡十幾個小時 然後後來我就 反正就這樣 我就又跑回去睡 然後又睡了大概七八個小時之後 到第三天差不多那個要求退了 退了之後呢 然後我就醒過來 我就在回想 欸我這兩三年前 我的那個工作到最好 所以我就在回想 所以我就在床房上 只有一堆 被我移出來的精油 就放在桌上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嗯 所以你那個拿了那個 是體檔對不對 哈哈哈哈 這不曉得 真的是睡婚頭的 已經睡了 天啊 然後呢 我就想說 看一下我就說 難道這個是 要給我調裁成精油的嗎 所以你平常也會 呃 就是以前在接別的 精油的愛子人生 你也會這種 就是無意識的抓一堆嗎 其實比較不會 因為以前比較是用我的理性 用的專業 應該這樣講 因為我是台灣最早一批 拿到方法 然後我是是不是認證 就是 那時候大概2006年 台灣都沒有多少人知道愛妃 但是我是台灣20年 大概20年了 17年了 對對對 19年了 對我2006年就拿到 愛妃的那個嗎 要是認證 所以我算是台灣最早一批 應該 應該前30個 我覺得應該有 所以你不會用直覺去調裁成精油 你會用專業 也會用直覺 也會用直覺 但我的直覺方式是 我還是把它味道拿起來 然後我們看 思考一下 對就是看它的那個氣味的融水度 那其實比較特別的是 我就想說 好吧那多了這幾個月 我拍照看好了 那我那時候當時看過 因為我記得大概有10天做的 那10天調完了之後 我因為那個味道 我就覺得 因為其實機口剛調完 大概至少放一個差不多 40多小時 對不然會覺得那個味道會怪的 對 沒有辦法溶測 對因為它裡面的化學分子 才不夠完全 因為它們是像練劍那樣子 然後可以在一起 扣在一起 那我就過了40多小時之後 就把它們起來 我們看 那我們看之後 後來就覺得 好像可以再加了一下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 當時就是真的 就順著那個直覺 我就用了大概5、6瓶 然後我就 後來應該是 最後是用了14瓶還是15瓶 然後跑出來之後 我又放了兩瓶 然後我就把它放到擴箱子裡面 然後讓那個擴箱子打出來 我就聞到那個味道 那我聞到味道之後 我就覺得 好特別 它跟我們調香的習慣 就是那個香調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 因為自己的那個 調香的習慣 會有 還有你喜歡的狀態 對對對 會想要那個 那樣子的東西 對所以 至於你中邊的朋友也會知道 聞到這種香調 就大約會知道 欸這個就是你會調出來的東西 可是那個 財神經我當時最初 調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很特別是 那個擴箱子打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欸 怎麼這麼特別 這完全顛覆我 就是以前調香的習慣 但是我就覺得很特別是 我這種很麻瓜的人呢 那個味道打出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感覺好像 海浪那樣子 就是一波一波一波 流過來的那種感覺 對 我也不知道那是 算不算是能量 可是我就是有那種體感 因為其實我跟背地 是不一樣的 背地是那種體感很強的人 那我在體感上面 其實是很麻煩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因為我是受覺比較不密的 對 但是我不會 像他對那種能量的 波動是不一樣的 就是每個人 他能力不太一樣 對 我是對於 受覺的努力度比較夠 那 所以我就覺得 欸 好特別為什麼竟然有 那種像海浪一樣 這樣一波一波一波 一波打過來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想說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我也 你不知道才要幹嘛 對 所以那時候已經有 十六啊 沒有 那時候大概四四種 十四種 十五種 對 那時候大概一定有十四種 十五種 因為最後我們練習還是十六種 那時候已經有十四種 才十五種 那後來 我就把東西寄給他 我就聯絡他 我就跟他說 欸 到底東西呢 我幫你聯絡 但是我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試試看他 那如果不對呢 也沒辦法了 就這樣子 我就這樣跟他說 很緊密了 我都已經夢遊踢打了 哈哈哈哈 再不行我就沒辦法了 對對對 那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寄給他了 然後寄給他之後 他收到之後 然後我就說沒關係 而且我去跟財神也覺得 就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收到之後 他就一直都可以回我 然後我自己因為好奇嘛 所以我就想去給他 我就問他說 欸請問一下 你有拿去給那個財神 渴了多久 大概一個禮拜吧 嗯 因為我實在太好奇 我想說怎麼都女生 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跟我說 喔有喔有去啊 然後我就說 有去他是去哪裡 去台中人 台中 因為他是台中人嘛 喔喔 所以他自己不是台廟的人 他也是一個人對不對 對 一個機身而已 他是機身 但是他不是在服務 喔不是 他是一個機身 擁有機身體質的人 但是他有他自己的事業 在做 在自己 但他平常也會去服務嗎 他不會 都沒有做過這個項目 他會就是 除非朋友找他啦 然後他就幫忙處理生活品 喔喔 但是 基本上他是 喔他是不是把他當事業在做這樣 因為他是在做那種模式行商的 喔喔 所以他其實是有他自己的事業 然後我只是說 他就是 他自己也滿熱衷去拜拜啊 修行啊 這種事情 所以 那時候我就是 我只是知道 他很喜歡去拜拜 那 後來呢 我就打他問 我不打他 我傳訊息 我忍不住 我就傳訊問 喔有啊我有去啊 我就說 財神言說 基本上有百分之九十呢 就是跟他的那個配方的合格度是差不多了 然後 我就說 那你有問他 差的那百分之十差在哪裡嗎 他就說 沒問啊 因為他說這已經有招財的能力 啊這樣就好啦 我就不用再問 我就不用再問 我說你怎麼這種沒有求知精神啊 他就說 我也不懂 他說我也不懂幾乎 然後後來我就說 那你可以幫忙嗎 所以財神言還是有在跟他講什麼其他東西嗎 沒有這又是後面的事情 後來我就跟他這樣說 喔那你可以下次去拜拜的時候 再幫我問一下 財神言 就是 差了那百分之十到底是什麼 你是上升處女座嗎 百分之十沒有 你是 上升處女座 上升處女座 沒有 沒有 因為這是基於我們對 我們對桃香的熱情啊 我們會想要知道嘛 財神也學一下就對了 沒有這桃香熱 尤其是因為這個配方 真的跟我平常好像會習慣成功一樣 喔 對 那所以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可以下次去廟的時候 問一下嗎 就是 差的那個 百分之十到底是 差在哪裡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喔好啊 我下次有去再問問看 那當時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多長去廟裡 因為我以為他是喜歡去戴還是那種 初一時會去的那種 殊不知我發現他幾乎天天都去 真的喔 這麼愛戴 對 他家是住附近 但是 也不會天天去拜啊 沒有他就很愛去啊 他個人有這個習慣 對 喜歡跟神聊天啊 因為他喜歡跟神明聊天 而且他覺得他跟文財神是特別有緣的 因為他覺得文財神是最大的 因為他喜歡拜拜 他一定是各大廟他都過去啊 可是他會覺得 就是說他的生命當中有好幾件事情 是他去找那個文財神的時候 他覺得是那個文財神講的是最準的 所以他可能也是一個很認真在做事情的人 所以文財神也會特別幫忙 對對對 那可能他們也是有一些修行上的音樂 所以他後來就是三天兩後就不在那邊跑 後來還知道他就真的是幾乎天天都去 但是因為我後來又碰到他 已經就是一個月後的事情 因為剛好一個月後來就是那時候已經 已經有十一月十二月了 然後他是一月份的時候 他就剛好上來台北 他就開了那個文財神的課程 就講座 然後他就叫我出去 然後我就想說欸好啊 其實我當時其實 我本來是沒有要去聽他的課 那是因為我想要去問他 到底有沒有問到那個配方 所以我不是就去了嗎 然後我就坐在他的課堂上 就聽他講完了好幾個小時的課之後 他說欸走走走一起去吃飯啊 然後有好幾個人願意去吃飯 然後吃飯上就是在那邊哈拉閒聊 然後閒聊到最後我終於有不住了 我就問他說 其實那時候我來個期間 我問財神爺缺的是什麼能量嗎 然後他就說有啊我有去啊 然後我就說他有說了嗎 他說他講的問題怎麼不懂 他只說缺一個那個什麼藍色的能量 我就說我心裡想喔 德國洋干局 然後他就說大概吧 我怎麼知道 然後我心裡就 我就一直記在心 所以那段飯我就想說 媽媽吃完之後我就 欸我要先回家了 然後回家就很開心 因為我就有一些流氓的嘛 然後我就把我們家 那個德國洋干局拿出來要倒下去 然後我當時就在 然後我當時就在 要再算那個比例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這個德國洋干局這個味道 因為德國洋干局其實有一點那種 藥水的味道 他那個些難聽 有時候會覺得有一點比較臭的味道 欸對比較濃一點的話 因為每一批不太有 如果雨水比較重一點的時候 因為那個是跟雨水的濕氣是有關的 所以如果雨水比較重的時候呢 他就會有比較臭的味道 平常他是沒有那個東西 平常沒有那個東西 平常比較輕對不對 對平常比較輕的東西 然後其實如果你買到產品好的 他其實還會帶有甜味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這個加下去會不會毀了一鍋舟 這樣 因為你不確定 到底是不是這個 對對對 然後但是我就想來想去 我就想說藍色就得了 藍色的禁油其實是蠻少的 對不對 對 那當時我就是這樣子想 所以我就想一下 我想說 好不然加個兩三滴 一字一字一亮好 一下好 我就想說 就看有這個能量 然後我就大概就加到兩滴 很小心的滴了兩三滴下去 然後滴下去之後呢 我就跟他講一講 我隔了一天 我就跟他拿起來不穩 然後我就倒到那個擴散機裡面去 他擋出來那個味道 我就覺得 嗯還好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變 就香料沒有什麼變 然後我就覺得也還可以 算融合度也還蠻好的 然後我就當做他試的嘛 那我就當做他試的 我就這樣子 但是因為 這件事情好像就後面我也不知道自己這樣 那隔了大概又一個多月 然後就過年了 過年之後呢 應該說過年前 過年前很妙欸 我做了很多占星個案 因為那一年很奇怪 就是過年前 非常多的占星個案 然後我們也有好忙之後 到我們就一直段隔的 從滴卡傳訊起來 收藥到我 然後圖瓜看 對不對 對然後我就一直做個案 然後就是 一開始有人切出 非常多占星 可能可能 然後就從這邊叫我 對對對 然後我就每天做個案 做了同一套 然後 到了有一天晚上 很奇妙 就是我明明是想起來 欸 我好像有一件事情 想要跟朋友聯絡 然後 我其實明明是 我在搜尋 某個朋友的那個Line 都搜尋了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 回喜神差 跳出了另外一個人的 對話框來 然後呢 那對話框裡面的朋友呢 是他本身也是做這一行的 就是他也是在賣金油啊 全錄這一些的 那那個老闆呢 就是跟我 好像是 還蠻好的朋友 然後我就 看一下我想說 欸 一個多月沒聯絡 我就看一下 我們最後對話紀錄 有沒有在行不行的 結果你知道 我們很奇妙 最後對話紀錄 是一張圖片 然後那張圖片 我們就想一下 為什麼要傳那張圖片 我就看那個對話紀錄 你知道那張圖片 他傳給我看是說 欸 我跟你講喔 最近那個衛生法規要改啊 你那個那個產品的那個標籤標示啊 你要改成這樣標喔 然後呢 你這裡要標什麼 那裡要標什麼 所以他傳了一張金油男的標籤 突然給我看 因為他隨便 他也是隨機抓的 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說 你看一下就這樣子喔 然後呢 後來我就喔 然後我就 當下 我打開那個畫面的時候 我回想起來 我就整個好像被閃電擊 所以我們就 為什麼沒有想到 夕陽師草也是藍色的 然後呢 當下我就去搬家島櫃去找 然後果然因為當時 我們家會沒有夕陽師草 難怪我一直沒有想起來 他也是藍色的 因為有一段時間 夕陽師草很貴嘛 所以他也比較少人在用啦 是不是 對他比較冷門 所以呢 工藝商那邊如果缺貨的話 他不會那麼快會貨 所以有一個時間 他是因為這個緣故 就很貴然後又缺貨 所以比較少人用的話 工藝商他就會覺得 那我不用錢的進貨 或就是壓那個褲唇啊 壓錢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就因為這樣 就避忘了這一支金了 然後再加上 因為他的成分 或者說以他的 物理作用來講的話 其實他沒有那麼 不能取代 所以我會覺得 其他藍色條的金 都可以有 我就避忘了 所以我當下我就想說 欸我怎麼沒有想到 這夕陽師草也是藍色的 所以我就找不到 我就趕快又聯絡了不斷 然後我就想要訂定金 但我後來想想要來又很久嘛 所以我就聯絡了我台灣的貿易商 然後我比較熟悉的貿易商 我就問他說 欸你有沒有西洋市場 後來他也是頒獎打會說 欸他也只有兩三品 那我就說 那你會 你賣一品給我 我就不賣 那我就不賣 然後後來之後呢 我就也一樣很小心的 一個潛力進去 因為我也是瓶子 我就覺得 欸他大概是潛力 然後滴進去之後呢 我就把它攪拌完之後 隔二兩三品之後 我就再把它拿出來 那坦白講 那坦白講 它的味道真的還蠻有的 那其實是差別的 所以在放進去的時候 我認為它在香吊上面 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但是呢 就是國小它可能是在能量作用上 是不一樣的 因為植物它的這個生長地質不同 還有它的品種不同 它的基因不同 它的基因不同 太力帶不同的樣子 或者是它的能量訊息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後來 我就那種調完 調完之後那幾天結束 大概 我記得當時 應該隔不到一個禮拜 就過年了 所以那時候他會忙著 再準備過年 那我就 這個事情就隔著 我就過年了 後來我過年大概過到 一個初一初二的時候 因為我這朋友是很熱東拜拜啊 然後參加反會的那一段 然後呢 所以他過年的時候 就是到處廟都在訪會 那他都固定的在幫一個 就是那個禮拜師呢 在密封那裡嗎 不是不是 他是 就是台詞像道教這樣 不是 他是關心寺 對 他是台中外國的關心寺 然後他就是有個 有個那個 關心湖上的那個黨黨室 他每年都會辦那個 過年的情侶反會 那他就是在那邊那樣職工 所以他就傳一個那個 Google給他給我 就跟我說 欸 你過年要不要來參加那個法會 然後我看了像那個法會 什麼關心菩薩法會 然後要念什麼什麼什麼 這樣子 我就看了 我就很不想去 然後他就一直 你不知道我是拜拜的嗎 對 然後他就一直鼓吹我去 你知道嗎 然後我看一下 我就想說這個外國關係 我就想交通那麼不方便 然後我就一直 不知道怎麼拒絕他 就說 好 我考慮看看有沒有時間 他就一直跟我說 哪呀哪呀怎麼樣 我帶你借個高人 巴拉巴拉就難過我家 那當時因為那個 西洋市場我 加進去之後 其實基於 我也不好意思拒絕他 想說好吧去給他跑個場 他叫我調個財神經有 真的是一個乖孩子 每個行為都是乖孩子 然後我就想說 他叫我去參加法會 我又不好意思拒絕他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那不然就給他跑個場好了 然後呢 他就 然後我也順便想 叫他試試看 就是改放那個西洋市場 試起來感覺是怎麼樣 所以後來我就說 那好吧 所以我記得好像是大年初的法會 然後到了大年初四的時候 我心裡都還想打退堂國 因為我都覺得 那講真的很不方便 我都還想說 我要找什麼藉口呢 跟他講說 這個 我 我 我不要去了這樣子 但是一直想到結果 突然有一個台中的朋友 他就傳訊息給我 因為他一直跟我 談一個課程的合作 就是身心靈課程的合作 然後但因為就是 他家裡 他比較走不開 所以呢 他就鼓勵把我上來台北 然後他就再跟我講說 你什麼時候有空我們來談一下 那個課程合作的事情 然後我就說 嗯 是這樣子 因為本來我是這兩天 有想到去台中 是 就是 我覺得交換不是那麼方便 就有點想不要去 但是呢 如果你要跟我約談 這個課程合作的話 你就說不然我就去一趟 然後結束的話 就是我大高鐵回來 我們約在高鐵站見面 然後聊完這件事情 我們在大高鐵回來台北 然後呢 他就問我說 好你要約幾點 因為我也沒有參加過法會啊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幾點會結束 最後呢 我就覺得很丟臉 很羞恥 把那個法會的Google表格 傳給他看 然後呢 跟他講說 嗯那個是這樣子 因為 我要去參加一個法會 所以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幾點會結束 所以我一直沒辦法跟你講幾點 然後他就說 看了之後 他就說 哦 我就載你啊 他說我看你去哪 我幫我幫我媽媽祈福啊 然後我就說 哦真的嗎 他說對啊 你是女生就對了 對對對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說 哦好啊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就變成有人載我去 那我不是就去了嗎 我去到那個廟裡面 我第一件事 就把那個氣泡拿出來給他 然後我就說 就加了西洋絲草的 沒有加羊甘菊的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呢 就是因為那個羊甘菊 是在我第一版給他之後呢 然後加了絲草中間 但是他始終沒有接到 就是沒有接觸到那個 加了羊甘菊的那一版 哦 因為我們中間 因為我們中間 沒有碰到麵嘛 對 那所以呢很好笑 然後我就 後來換成西洋絲草之後 我就進了那個廟裡面走 我第一件事 就把那個氣泡拿出來給他噴 然後就拿出來他就在手上一噴 然後炒 change 就把油猓扶 Tae 熊呢 的